Hello,大家好,我是皮皮 哎呀,今天这个中概股又大跌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跌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次领跌的这个行业呢,是中概的网游业 其中包括了腾讯啊,bilibili啊,还有这个网易 为什么呢,是因为8月3号,也就是周二,北京时间 然后这个经济参考报发表了一篇名为 精神鸦片,竟成长为千亿产业的文章 这个文章呢,大概就是讲了网络游戏 对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这是一类新型的毒品 而且它突飞猛进成长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 所以提醒有关部门啊,要加强监管 那你这信息一出来能不跌吗 当然是硬生大跌了,跟原来的新码一样 A股跌完港股跌,港股跌完美股跌 这几只股票呢,从7%到10%几的跌幅,不等 那么我们作为投资人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呢 这要跌多久,要不要割肉,能不能超低 对吧,但是当我们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呢 我们需要先对这个政策有一个全面的解读 然后再对这个行业有一个全面的评估 然后我们再来想具体要有什么样的运作和措施 对于股票上面 那么我就先来带着大家读一读 这篇报道具体写了什么吧 这篇文章称呀,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大家听到这是不是觉得突然哪有点耳熟 对,这就是我们之前那一期 中盖教育股大跌的时候 我们讨论过的这个双减政策 我把link放在这儿没有看的 观众朋友可以去点开看一下 这个政策呢,我们归宿到了原因是这个中国老龄化问题 为了就是促进大家生孩子 那时候我就跟大家提醒了 这个中盖教育股呀 应该不是最后一个这个中腔的行业 应该还会有更多的行业进行整改 你看这不是中盖游戏也出来了 然后我们继续读啊 他要求引导学生合理的使用电子产品 控制使用时长,防止网络沉迷 记者调研发现当前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现象普遍 游戏网络对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然后还说呀,任何一个产业或者一项竞技都不能以毁掉一代人的方式来发展 这个记者说反复听到了很多人有令人心忧的说法 说这个孩子一玩玩八九个小时啊 然后摔手机不吃饭呀之类的 给了一系列的数据 说我国有超过62.5%的未成年人都经常在网上玩游戏 然后13.2%的未成年人玩手机游戏 日常工作日呢 这个手机游戏玩的时间也超过两个小时 对于我国的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带来了双重的负面影响 然后有一半的未成年人进食都是因为沉迷网络游戏 然后还影响了学业 性格也发生了异化 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社会后果 然后称这个网游啊是精神鸦片电子毒品 并且说这个毒品呢突飞猛进 这个资本是在背后退波助澜 中国游戏市场呢总收入是2020年是2786.87亿元 同比增长了20.7% 而且占据这个半壁江山的呀就是腾讯游戏 在这个文章里呢点名批评了腾讯游戏 那你说这能不跌吗 这肯定是要跌的 但是呢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这个文章是早上放出来的 但是中午又被全网删帖了 到傍晚的时候他又恢复了 但是他把这个文章的标题和里面的 这个一些字眼给改了 就把这个鸦片呀电子毒品都删除了 这个时候就是腾讯的股价本来是跌了11% 但是删帖以后又往上收收跌了6% 这篇报道呢 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是因为它虽然不是官方的这个一个网站 但是这个经济参考报呀是属于新华网的 然后新华网呢是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意思就是它代表了政府的口风 但是呢它又有这一个删帖的过程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不进联奖了啊 到底是这个经济参考报 一不小心走漏了上面的风声 把这个双改政策下一个要整改的 重点的行业枪口给透露出来了 还是说就是这个小编为了博眼球 为了you know叫什么kiss ass 才放出了这么一篇报道 然后被上面驯化了 所以说才又改掉了 让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有没有更多的线索 首先有一点我们需要清楚的就是呀 这个政策上面到底是对游戏行业 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是想要一刀切或者是取缔吗 我认为不是的 其实说到底都回到这个双减政策上面 就是想引导学生合理的使用电子产品 控制使用时长 然后防止网络沉迷 而且呀这个中国的官媒 就是中国新闻社的微博 也发表了一条评论 说这个未成年人是特别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何况很多成年人都是沉迷在游戏当中 把责任完全的推给学校 游戏厂商或者监护人都是不道德的 不妨用这个拿来主义 看国外是怎么做的 给游戏分级 什么年龄玩什么样的游戏 然后他们还说呀 另外学校游戏厂商家长等要多方合作 劲儿往一处使 引导孩子适度的玩游戏 所以我觉得呀 这个政策上给的方向还是比较明确的 就是希望你这个游戏厂商可以配合我们整改 因为游戏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行业 而且刚才也说了 这个整个产业在20年一年就有2000多亿的这个收入和产出 所以说政府如果一下取缔这个行业不可能 那这么多人都要失业了 政府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创造一个更大的问题吗 这个没有蠢到那个地步 所以说不会取缔游戏行业 这个是我们要明确的 其实呀这个游戏它是还是属于一个相当新兴的产业 尤其是这个手机游戏是近几年才特别火爆的 我个人是不玩游戏的 但是我周围有很多人 成年人都是沉迷这个游戏的 一玩玩好几个小时 我问了他们 他们说基本上就是这个王者荣耀特别容易沉迷 因为像路亚路亚这种电脑游戏 它还是需要一个设备的 需要显卡呀 需要你电脑呀 但是这个手机游戏你随时随地开一盘就可以玩 也不需要什么条件上的这个限制 而且他一玩呢就是一盘就是半个小时 那你随便打两盘就一两个小时过去了 所以说政策上呀还是想加强一些监管 对于他会不会过度监管 这个我们就不好揣测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他的用意 不是说把这个行业一棒子打死啊 他也表示是希望这个游戏厂商来配合 我们劲儿往一处使 那么就来看看这些游戏厂商是怎么回应的 这个态度好不好 有时候在中国呀 这个态度决定了一切 对吧 你配合什么都好说 这条报道一出呢 腾讯在中午立马就发了公告 说他们将从王者荣耀为试点入手 逐步的向全线的游戏推出双减双打三提倡的七条新举措 腾讯呢在解释发布该公告的原因时称 这是在回应刚刚结束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上 有关部门对全行业主动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旅行社会职责提出更多希望和要求 腾讯会对此高度重视 说明腾讯的态度很正就起码对吧 然后中宣部呢 这个出版局的副局长杨芳在七月底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上对游戏行业发出了这个要求 希望游戏企业坚决把好内容观 守住安全底线 绝不给各种错误内容提供传播的渠道 他说要全力抓好防沉迷工作 不折不扣的落实好各项管理规定 坚决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杨芳指出呢这是当前最急迫最重要的安全要求 绝不许打折扣走过场 然后这个腾讯又发文了 说包括将执行比政策要求更严厉的未成年用户在线时长限制 就是说你要求我做100分 我做个180分给你看打个样 所以说这个腾讯已经表态了 他们会内部就是加强整改 然后非常重视这个事情 这个双减双打三提倡具体是什么呢 双减就是减少游戏的时长 然后减少充值 双打是打击身份的冒用 然后打击作弊 三提倡第一是提倡全行业进一步强化游戏防沉迷的系统 然后提倡生化游戏试灵平定和实施机制的研究 然后呢提倡全行业讨论全面禁止未满12岁的小学生进入任何游戏的可能性 其实腾讯作为一个领头的这个网游企业呀 它在这个防止沉迷上面一直是做的都比较领先的 比如说它从17年开始就引入了这个公安实名校宴呢 人脸识别呀 这些比较前沿的技术 包括对未成年人的账号进行严格的这个时长限制 所以说其实这些游戏公司是态度非常好的也是积极配合的 然后他们能做的能在这上面限制的也都是建立在做 我认为呀这次这件事情绝对没有这篇报道写的这么严重 如果你把这个网游行业整体都比作鸦片和毒品的话 那这整个行业是要一刀切取缔的 就没有什么整改的空间了 这个报道出来呢 后来又被撤下来 能看出来上面可能是这个口风还不统一 其实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希望有这么一个效果 但是政策上并拿捏不准 以一个什么样的度来实施 而且呢也是要这些公司一个态度 你一定要积极的配合响应 那以腾讯为首的这个 就第一时间就出来发声了 态度非常的好 你让我怎么改我就怎么改 我一定听党的 对吧 所以说在这一块上我们应该是 现在来看问题没有那么的严重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行业啊 我们可以从互联网行业下面 细分出来这个网络游戏啊 社交平台啊 包括流媒体 就是视频平台 这一个行业 这个行业呢 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行业 在中国前两年是一直蓬勃的发展 我认为中国政府想对它加强监管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我们可以参考美国 这个对于视频啊 游戏这个评级 划分都是非常的明确 中国需要这么一个体系 需要这么一个框架 来监管它的内容 和这个观看的人群 参与的人群 但是如果你说政府想要一锅端 把它取缔了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基本上变成了一个人们的刚需 对于这种有依赖 有需求的行业 如果你把它取缔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美国当年 这个禁酒令的时候 引发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所以我认为政府是绝对不会走这种老路的 其二呢 就是这个行业的盈利能力 我们就拿腾讯这个龙头企业 来作为一个例子来分析吧 像腾讯2020年的这个收入是 4820亿人民币 然后它的毛利润是2215亿 同比增长呢 这个利润率是32%左右 然后收入是27% 这还是在这个疫情影响下和在这个 互联网反垄断的这个影响下面的收入 所以说它的营业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这是一个庞大的这个印钞机可以说 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收入成分啊 腾讯2020年它在这个游戏 网络游戏上面的收入占比是32% 然后其次呢是27%在这个金融科技和企业服务 23%是社交网络 17%是网络广告 可以说这个网络游戏是一个最大的占比 但是也只占它的营收的30% 而且呢腾讯在2020年的Q4第一次在财报上面 披露出来它的这个未成年人的玩家和占收入的比例 它说这个2020年的第四季度啊 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对我们中国网络游戏流水的占比是6% 其中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流水占比是3.2%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30%里面的3% 其实对于其实未成年人游戏对于这个腾讯收入的影响 即便是完全取缔完全禁止也是非常小 所以说这个政策面上呀 对于这个公司实际运营收入的影响 其实没有它对于这个投资人情绪面上的影响那么的大 经过我们这一通分析啊 大家可能也能总结出来了 就是其实政府呢 并不是想把网游行业一锅端了或者一棒子打死 只是想加强一些监管的力度 而且这个腾讯也是非常积极的配合 它在基本面和发展上面也是非常的良好 目前的这个P值呢也算相对较低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一个行业又好 政策又好 公司又好 什么都好的话 那它的股价已经在天上了 首先我们要对自己这笔投资的回报周期 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 如果你是想长线投资呢 然后又很看好这个行业 看好这一个企业的话 那么我认为现在在这种利空消息面上 适当的分批买入越跌越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谁都不知道底在哪 但是你可能会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因为在这个政府的消息面 政策面不明确的情况下 它可能会在底部盘整一段时间 如果你是想吃一波趋势 挣一个快钱 几个月如果它不涨 你就不行了 你就要割肉了的话 那现在肯定不是一个最好的入场时间 因为在政策面不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股价很难有一个趋势性的上涨 这个大家要自己做判断 然后根据你不同的需求来安排你的投资策略 好了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先到这了 如果你对于这个中概网友大跌这个事件 有什么不同的解读 或者对政策面上有什么更深入的解读呢 都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跟我交流 如果你还喜欢我今天的视频内容 也希望你帮我点个赞 加点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会在这件事情上继续跟进的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下一次更新了 那我们就下期见吧 大家拜拜